放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科幻变成现实的话题 如何阻止霍从天降的末日到来 2022年9月28号 美国马里兰州的霍普金斯实验室里 科学家们紧张地注视着前方的电视屏幕 只见屏幕上的录像 就像早年帧数不全的动画片一样 中间一个像泥巴团一样的物体 就这么一顿一顿地越来越大 而科学家们却兴奋地倒数着321 这时整个屏幕显示的都是泥巴团 最后是图像一黑 啥都没有了 科学家们在控制室里兴奋地欢呼雀跃起来 请问这伙人在干嘛呢 这是目前NASA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 叫做达特项目DART Program 这个DART也是飞标的意思 意思就是扔飞标 也是全世界都非常急于看到结果的一项实验 那为什么呢 时间回到3400万年前 一颗直径大约是10公里的小行星直扑地球而来 只见它一头扎进了地球的大气层 然后一路火花带闪电 最后砰的一声撞在了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北部 在冰原上留下了一个直径大约是100公里的大坑 就是剥皮盖陨石坑 这颗小行星还稍带手消灭了地球上15.6%的物种 这个事件叫做史心式剑心式大置换事件 这是继大约6600万年前 白厄纪末期的恐龙大灭绝之后 又一次严重的祸从天降 让科学家们心惊的是 这种毁灭性的灾难是周期性的 规律性很强 大约每隔2600万年至3500万年就要发生一次 简直就是地球逃脱不了的宿命 至于原因说起来相当复杂 我们专门做过一集节目在会员区 这里就不啰嗦了 已故的宇宙物理学家霍金 在他的最后一本书 大问题的简要回答当中 就很郑重的说 目前地球最大的威胁不是别的 就是小行星 不光科学家们这么说 圣经里也预言过这样的灾难 圣经启示录当中 第六个封印被天使揭开的时候 使徒约翰写道 星星将落在地上 就像无花果被大风从无花果树上吹落一样 科学家们再掐指一算 从始心式 践心式大置患事件到现在 又过去了3400万年了 而且最近这几十年 确实小行星频繁闯入地球大气层 频率增加了 难道说还有大个的在后面吗 难道说地球史上曾经发生的祸从天降的事情 又将重演吗 根据NASA的统计 从1994年到2013年 就这二十年时间里 就有五百多个小行星进入过地球的大气层 大家看 这张图上密密麻麻的点 都是小行星 黄色的点是白天闯入地球的小行星 蓝色的是晚上闯入地球大气层的 它们的直径从一米到二十米的都有 不过因为这些小行星太小 只能算是小个的陨石 在与地球大气层摩擦的过程中 已经燃烧殆尽 化为乌有 就没有机会接触到地表 所以也没有带来大的伤害 但是也有漏网之鱼 2000年1月18日凌晨 一颗火流星在加拿大玉空地区的首府 白马市上空26公里处爆炸 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整个夜空被它照耀得像白天一样 很多居民惊醒 好在呢 有惊无减 没有人受到伤害 科学家们猜测 也许已经有一颗直径在一百米以上的小行星 在宇宙的某个遥远角落 冲着地球飞奔而来 直径一百米 也许意味着它没有办法 在和地球大气层的摩擦当中 被燃烧殆尽 最后会撞击到地表啊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 科学家们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说 不一定会有大个儿的小行星 真的砸过来 但是料敌从宽 防敌从严嘛 万一有一个过来怎么办呢 那还是得开动脑筋 想办法主动出击 化险为夷 得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得有防止这种末日到来的技术手段 NASA的科学家们早就开始 郑重地考虑这个问题 怎么样化解天外飞来的威胁呢 化解的方法在历史上 当然还没有先例 不过影视剧业者们 却早就思绪飞扬了 比如1998年的这部 彗星撞地球 就整出了核弹炸彗星 拯救地球这种脑洞 编剧的思路 其实也是科学家的思路 科学家们第一个想出的方案 和电影里是一毛一样的 就是炸 但是用什么当量的核弹去炸 却让科学家们犯了难 如果用我们人类目前开发出来的 比如1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去炸 实际上的拿捏就非常关键 举例说 假设一颗直径300米的小行星 以每秒钟18公里的速度 飞向地球 当它飞到离地球 还有30天距离的时候 也就是大约4665万公里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就得发射核弹去炸它了 可是炸了以后 又会出现几种不同的情况 根据小行星材质的不同 爆炸的效果也不同 所以接下来呢 咱们还得介绍一下小行星的类型 讲这种科学的话题就是比较麻烦 涉及到的名词比较多 得一个个解释 也请朋友们保持耐心 现在观测到的小行星 分为C型、S型和M型 C型是最常见的 也是质地最松散的 它主要是由黏土和硅酸盐 岩石构成 被称之为软玉型小行星 而这个S型呢就比较难搞了 它更坚硬 是由硅酸盐和镍铁构成的 被称之为石型小行星 最难搞的是M型小行星 它是最坚硬的 是全金属构造 主要成分是镍和铁 也被称之为金属型小行星 也就是神雕侠侣里面 最拉风的玄铁重建的材料来源 如果小行星是C型的 是由什么黏土啊 冰组成的那当然核弹一炸 它就灰飞烟灭 这当然皆大欢喜了 但是谁也不敢保证 碰到的是这种情况啊 如果遇到S型 那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核弹没有办法 把它全部炸成小碎块 大的碎块因为爆炸的推动力 有可能会加速 向地球呼啸而来 冲进大气层 如果再被运一些呢 就是遇到M型 金属型的小行星 核弹非但没有办法炸碎它 更加有可能加速小行星 闯入地球的步伐 把地球砸出个大窟窿 很可能制造又一次生物大灭绝 所以最保险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拦截的时间点提前 就算核弹炸不碎小行星 也能够让它偏离现在的轨道 这样它就不会击中地球了嘛 这样一来 炸的方案就变成了推 对付距离近的小行星叫炸 对付距离远的 炸不成就成了推 科学家们提笔一算 倒抽了一口冷气 如果这个小行星 直径有1.4公里 那么至少需要提前18个月 也就是提前一年半 发射6枚100万吨当量级的核弹 这样才能保证核弹 在太空中能够 及时地拦截住这个小行星 如果小行星的直径 在2公里以上呢 那么就需要至少提前5年 甚至更长时间来发射核弹 至于说要发射几枚核弹才够用呢 科学家们就不想提笔再算了 因为第一步你得保证击中小行星 距离越远 当然击中它的难度就越大 你先把这一步解决了 才有后面的话说呢 眼看着这条路走不通 于是氢弹之父泰勒提出 要开发当量在10亿吨TNT的氢弹 这个当量可以保证在一瞬间 就把直径一公里的小行星 变成蒸汽 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考虑 什么距离的问题了 哪怕在家门口 都可以立马拦截小行星 听到这个方案 吃瓜群众们拍手欢呼 好耶 这样就不管什么型的小行星 都可以在瞬间解决掉 警报就可以解除了 但是科学家们不说话了 因为现在地球上开发出的 最大当量的核弹 是5000万吨TNT 就是前苏联造出的沙皇氢弹 你说10亿吨 比5000万吨又多了20倍 能不能开发出来 咱先不忙说 就说这个当量的氢弹 在地球家门口爆炸 把小行星是化没了 但是对地球能够造成 什么样的污染和伤害呢 大家心里全都没底 所以巨型核弹的方案出局 于是有人提出了第二种方案 牵引 它的意思也很好理解 就是当小行星经过的时候 施加一个强大的外力 把小行星给吸过去 就像用磁铁吸引铁钉一样 不过用什么东西做磁铁 那就有讲究了 有人提出构想 设计一种无人航天器 发射到小行星上空 然后啪啪啪 打出几个铁钩子 拽住小行星 火箭推进器在全力开动 用蛮力把这个小行星 拽离现在的轨道 让它远离地球 至于这个航天器得有多大呢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巨大无比 听起来这很像是 业余选手的发言是吧 还真的不是 提出计划的都是 NASA的资深科学家 NASA在2007年 严肃论证了牵引气方案的可行性 因为小行星被地球的引力捕获之后 它冲向地球的最后旅程 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而牵引气实在没有办法安装在 快速冲刺的小行星上面 这个方案的成功率实在是太太太低了 于是它也out了 出局 于是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方案 撞 这个思路也很直白 就像棒球选手一样 给飞速而来的小行星当头一棒 把它打到远离地球的轨道上去 当然地球是没办法变身成棒球运动员的 不过我们可以发射一种质量大速度快的物体 迎面撞上小行星 一下就把它撞飞 撞离现在的轨道 2017年 NASA在确定了撞的方案之后 说干就干 就开始寻找第一个试验目标 很快就瞄准了太阳系里的一个双星体系 叫迪迪莫斯 这颗小行星个头不大 直径大约是780米 小小的它 还有一颗更小的卫星呢 就是NASA的实验目标 迪莫福斯 这个迪莫福斯小行星直径只有160米 只有它主星的大约五分之一 大小就和埃及胡夫金字塔差不多 NASA选择这个双星的小行星系统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双星绕着太阳转 轨道远离地球 即便是近地点离地球 也有1100万公里呢 大约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29倍 这样万一实验有什么差池 也不至于伤到地球的一根毫毛 但是接下来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迪莫福斯 作为实验对象 而不是挑它的主星迪迪莫斯呢 这就又有讲究了 实验这个东西啊 它要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方案 选择对象就特别重要 质量一大一小的两颗陨石 在都能保证准确命中的前提下 当然是选择质量大的那一个 作为撞击对象 是更加合适的 因为质量大的你都能撞飞 那质量小的就更加不在话下了嘛 没有挑主星迪迪莫斯的原因在于 它的轨道实在是忒长了一点 绕着太阳转一圈要770天 撞击以后起码得连续观察两年多 才能知道撞击有没有效果 它的轨道有没有改变 而它的卫星迪莫福斯 轨道就短多了 它绕主星转一圈只要11小时55分钟 所以只要持续观察它一段时间 就知道撞击的效果如何了 于是NASA开始行动了 2021年11月 SpaceX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 带着高尔夫球车大小的达特飞行器 从火箭发射基地冉冉升空 在太空中飞了10个月之后 以每小时2.25万公里的速度 一举击中了小行星迪莫福斯 就是开头咱们故事的那一幕 科学家们欢呼雀跃 在茫茫宇宙当中 能够击中这么小的目标 确实这个成果也是证明了 美国的航天技术 真是独步全球啊 看到这儿 您可能已经松了一口气 终于有办法解决小行星 祸从天降 这个让人得焦虑症的问题了 但是且慢 如果您现在就觉得安全了 只能说明还是 图样图森破 前方的道路还有很长呢 首先 科学家们对于小行星迪莫福斯 是什么物质构成的 目前还是两眼一抹黑呢 迪莫福斯到底是C型 S型还是M型的小行星呢 没人知道 在望远镜里 它只是一个比芝麻还小的亮点 从达特飞行器传回来的图像 看到了泥土和碎石 但这有可能只是附着在 星体表面的太空尘埃 里面的内核是哪种类型的 并不清楚 所以科学家们现在只能开启 猜猜猜的游戏环节 他们判断撞击是否有效 主要依据两个指标 第一 就是如果在几个星期内 观察到这个小行星迪莫福斯 它围绕着它的主星的那个运转轨道 周期缩短了73秒以上 那就有戏 就说明撞击策略很可能是有效的 因为把它向轨道内侧撞歪了嘛 然后再根据它轨道缩短的时间和角度 半算半猜的就能够知道 迪莫福斯它的质量和物质结构了 如果它的轨道运行周期没有发生变化呢 那就得依据第二项指标了 科学家们就只能从迪莫福斯的喷发物理 去寻找蛛丝马迹 因为欧洲的天文学家说了 当这个达特飞行器撞上迪莫福斯之后 它应该喷发出碎片 碎片越多 反射太阳光的物质也就越多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它就会变亮 然后呢 从亮度变化入手 半算半猜的 也能够得出这个小行星迪莫福斯的质量和物质结构 只有这些数据都有谱了 科学家们才能够比较准确的估计 需要发射多大的航天器 以及用什么样的速度去撞击小行星 去完成这个DART飞标的任务 所以现在韦伯、哈勃、太空望远镜 还有欧洲天文台、秘鲁天文台 全世界上百个巨星天文望远镜 都对准了这个芝麻粒大小的亮点 期待能够看到后果 在连续观察了几天后 10月11号 NASA兴奋地宣布 撞击成功 因为迪莫福斯的轨道 真的缩短了大约32分钟 不过科学家们还是很焦虑 因为必须要有足够长的预警时间 这项技术才真正有效 这次撞击是一次模拟演习 当然能够达到这种成就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已经走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 接下来能不能 使人类避开小行星之祸 科学家们还得继续努力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这个频道 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叹了个气 刚刚放松的小心脏又悬起来了 搞了半天还是很可能挨杂呀 还不如不让我知道这件事呢